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学理想世界 我是张瑞芬 今天是7月26日 这个台风呢 杜苏瑞台风 从台湾的南边 还距离蛮远的 这样擦过去 那预料呢 明后天应该会有大雨吧 不过呢 今天在台中还是非常炎热的天气 一滴雨都没有 还蛮希望下瓜大风下大雨了 多久没有台风了呀 那么下雨天有的人觉得在家里很闷 事实上呢 下雨天在家里蛮适合自己做点东西来吃的 那么陈淑瑶有一篇小说叫做流水帐 这个是2009年的一个长篇小说 他写的是澎湖 他的家乡 他就说到呢 在那么乡下的一个地方 澎湖呢 每一年在夏天的时候 这个暴风雨来袭的时候 台风来袭的时候 也是会狂下雨 然后那个时候呢 男人们担心的是田里的作物 整个淹水 然后会很严重 但是呢 老若妇孺呢 就在家里面炸东西吃 他把这个叫做落雨炸 这个外面呢 雨下得跟炸蛋一样 那里面呢 脾气巴巴在那炸东西吃 从炸丸子啦 然后呢 炸蔬菜啦 炸得不亦乐乎 一方面呢 找一点乐子 一方面也做一点零食啊 所以这个叫做落雨炸 他刚好一语双关 那么台风天蛮适合在家里面做一点零食吃的 这个我最近到Costco去看 有一种叫做韩式煎饼这样的东西 一片呢 看起来也蛮不便宜的 一片要三四十块钱 可是你知道蔬菜煎饼这个东西 自己做是非常便宜的吗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教大家 做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几乎是零成本的 你可以把它当做清冰箱料理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吃 也可以当点心 也真的吃得饱啊 那么这个在台南呢 叫做菜井 就是炸蔬菜煎饼的意思啊 来 首先呢 你先找出一点面粉来 不管中筋低筋什么都可以 只要剩下的一点面粉就可以 面粉大概有个饭碗那么大就可以了 那再来呢 如果你冰箱里面 有一些吃剩的胡萝卜啦 你就把它切成丝 然后呢 如果有高丽菜的话 也把它切成丝 如果你有地瓜或者是南瓜 这种根筋类的东西 马铃薯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那个 那个刷签的那个 就是把它刷出来 就是也可以切成丝 总之呢 就这一些剩的东西 切一点洋葱丝也可以 总之呢 有一些蔬菜类的东西 全部把它切成丝 然后呢 大概准备个一碗左右 有什么煎什么这样 然后呢 首先你就在一个 大的蛙弓里面 你先打进去两颗蛋 然后呢 把一碗 大概一饭碗的面粉加进去 那蛋混合面粉之后呢 你再把那些高丽菜丝 红萝卜丝啊 你切的那些丝也倒进去 然后呢 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你再加一点糖 一点盐 大概就是一小时左右就可以 再加一点点水 那么这时候呢 面糊跟蔬菜 是不是就很均匀的裹上了 这个浓稠度你可以自己调 你如果喜欢浓稠一点 你水就加少一点 如果你喜欢水量多一点的话 你水就稍微加多一点 总之呢 就是要挂浆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在你的蛙弓里面呢 鸡蛋 面粉 还有这些蔬菜丝呢 就跟盐跟糖这样子搅拌均匀 然后如果你有胡椒粉的话 也可以加一点点胡椒粉 好 这一碗面糊呢 搅拌均匀之后就先放旁边 放多久呢 放半小时到小时都可以 那放的原因是能够让它更入味 而且把那个蔬菜的纤维稍微浸软一点点 然后你可以去晾你的衣服啊 扫地啊 或者是倒垃圾什么 做完了这些事啊 然后再来起油锅 最好是用平底锅 然后油加多一点点 因为这个是半煎炸的方式啊 油多一点 然后当油温热的时候 你就用汤匙 把你那个已经放了半小时的面糊呢 就咬到那个你的平底锅去 这个时候锅是要很热哦 然后呢 咬进去 就一汤匙一汤匙这样咬进去 那我的平底锅很大 大概可以一次煎五个圆圆的煎饼 你就把它给摊平 然后用你的铲子呢 把它压平啊 压薄一点 因为你煎起来薄的话 两面脆很好吃的 你如果厚的话就不好吃了嘛 所以呢 用你的铲子 把它给压扁一点 然后两面煎到恰恰 就是两面煎到金黄 就是这种焦焦黄黄这样 就可以起锅了 非常的简单 那这个东西呢 你的材料多你就多做几片 材料少你就少做几片 做小片一点 就是刚好一个人一片很方便 你如果要摊成一个大圆饼 当然也可以 但是你还要切啊 麻烦啊 所以呢 你就用汤匙一次舀一勺 就是一个小圆饼 这样子两面压压 两面把它煎得焦黄 这样铲起来就非常好吃 这个材料实在太简单了 这个一个圆饼要不要两块钱啊 根本不用吧 那你看到那个好市多里面 一个韩式蔬菜煎饼 一片就要卖到三四十 你还觉得好便宜好方便 哦 那你应该要自己做哦 这种菜景哦 是南部地区老阿嬷 做给小孩子吃的东西 你像看那种物质很贫瘠的时代 没有什么样的什么高档食材 听都没有听过 他只能够用手边仅有的一点食材 做一些好吃的 给那些摇鸡饼啊填肚子 小孩子饿嘛 然后炒着吃东西嘛 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无中生油 变出一些好吃的零食来给小孩吃 那你如果炸东西 剩下的油很多麻烦嘛 所以呢用这种半煎炸的方式 油没有废的很多 那你如果蔬菜多一点 你就面粉也加多一点 就多煎几片就对了 所以这东西没有什么功夫跟技术啊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你的蔬菜 不要用那种含水量太大的 比如说呢你放菇的话 菇类因为很容易出水 它会瘫软掉 比如说你如果放胡瓜 或者是像丝瓜那种 很容易出水的 那你这个煎起来就会软塌塌 就两面不脆了 所以你只要抓住这个原则的话 应该都会成功 它这个煎饼煎起来 就是要两面金黄焦脆 这样才是好吃的 所以你如果要放菇呢 放一点就好 因为这个东西会把整个面饼 会变成软塌塌的 好那台风天呢 除了落雨炸 在家里炸一点东西吃之外 我觉得看电影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最近呢 就很多人在讲巴比 还有奥本罕默这两部电影了 那么巴比这部电影呢 它是巴比娃娃的世界 是一个童话世界 是虚拟的嘛 然后呢 当巴比跟肯尼 来到真人的 人类的世界的时候 才发现在巴比娃娃的世界里面 是女权至上的 一切都是围绕巴比的 肯尼住在哪里 又没人知道 可是呢 在人类的世界里面 是一个父权的世界 所以当他们来到人类世界的时候 哇 才惊觉 这个世界怎么跟他们想的不一样 所以呢 回到自己的虚拟世界 然后去发动了一些改革 革命等等 这个题材 说是在批评父权 我觉得这个题材 蛮普通的 不怎么样 我没有很想看 最近我看那个 拥心人 拥心人消失了五年 现在呢 又东山在一起 然后他改了一个名字 叫做文字与资本主义炯炯 然后他拿掉他的胡子 开始用真面目现身 那最近呢 他也必须要平衡一下损益 就是说以前做YouTube的节目呢 都是免费让人看的 那现在呢 因为也要有点收入嘛 所以他现在开始直播 也开始付费 我看他上面写的是说 加入会员一个月75块 就可以在直播里面 跟直播 然后一起讨论 如果你不是会员 大概就看不到 有一点这样的经营的方式 那我也不知道 这样的经营方式 是对还是错 因为一个节目也要赚钱 才能够继续运作下去嘛 所以这个是无可厚非 那我看到炯炯 就是以前的炯心人 最近呢 在直播里面就讲到 他去看奥本罕默 他本来是比较想看巴比 但是因为哈密看到巴比 现在先看了 这个奥本罕默以后 他觉得呢 诺兰导演这一次呢 这个片子还蛮沉闷的 然后他认为说 导演的功力没问题 可是这个编剧的能力 显然是弱了一点 他欠缺一个比较 会说故事的编剧 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 这个片子蛮沉闷 蛮难看的这样 我如果这两部片 要我选的话 我会比较想看奥本罕默 我不会想看巴比 我觉得巴比 这个两句话 就讲完了的东西 没有那么深奥的道理吧 那奥本罕默我倒是很有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里面演奥本罕默的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男明星 叫做西林莫菲 Celine Murphy 那么Celine Murphy呢 她本来应该 她的名字应该叫做 Killing Murphy C-I-L-L-I-A-N 那很多人念成Celine 其实她自己说 应该要发音是叫做Killing才对 好了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叫她Celine Murphy好了 就是一般人所称的 那么Celine Murphy呢 她是一个爱尔兰的演员 她的长相 我觉得非常难形容 她有一双呢 非常蓝的眼睛 很多人就说 她双眼湛蓝 可是比较精确的形容 就是说 她的眼睛呢 不完全是蓝色 她是很淡很淡的蓝色 具体来说 她应该是像玻璃一样 穿透的颜色 她的眼睛简直就是透明的呀 她那个蓝色非常淡非常淡 然后她的皮肤是很白的 就像油光水滑 就好像奶油小生那样的 所以其实她的五官是俊美的 然后双眼皮很深 她的眼睛几乎是透明 其他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也可以说 她是一个帅哥 非常天生俊男啊 但是同时呢 她那个眼神里面 也有一种邪美 就是她从天使到魔鬼 只要一秒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眼神的 一个转移当中 我觉得最著名的一部电影 就是2005年的赤眼杀鸡 这部片子呢 英文叫做Red Eye 就是红眼 那我们现在说红眼航班 是指那种半夜起飞的那种航班 比较便宜的 那么那个Red Eye呢 就是赤眼航班 就是她描写一个女孩子 她叫做Lisa 那这个Lisa呢 就是瑞秋麦亚当斯演 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那这个Lisa呢 她是美国的一个 大旅馆的经理 那非常的美丽 而且非常的能干 然后有一次呢 她到这个 她祖母那边去参加葬礼 玩回来 要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她遇上了一个杀手 那么这个杀手就是 Cely Moffitt她演的 这个杀手是一个 很帅的男生 穿着这个很好看的西装的外套 然后呢 言语跟举止 非常的优雅 然后在机场排队的时候呢 她用很聪明的方式呢 帮前面那个游客呢 解了尾 那么Lisa呢 她做服务业很久了 她看到这种人 一句话就扭转了局面 她觉得 这个人还真的蛮聪明 蛮有意思的 她也被这个 很帅的男士给吸引了 那一双眼睛 真是 真是一秒电晕人啊 然后呢 这个瑞丘麦亚当斯呢 她就跟她在机场旁边 等候机的时候 就喝了一杯小酒啊 攀谈了一下 两个人做很礼貌的一些对话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 你喜欢喝什么酒呢 就这样对话了几句 然后心里面 有了一些好感 那这个 这个瑞丘麦亚当斯 她上了飞机之后 赫然发现 刚刚那个很帅的男士 就坐在她的旁边 天底下有那么巧的事情 整个飞机都是吵吵闹闹的 她坐的是经济厂嘛 那旁边就是一个帅哥 哇 那这个航程可美丽了 正当 Lisa正在那里 庆幸 有一个帅哥陪我聊天 因为她也很怕飞机起飞 她怕坐飞机 结果呢 这个时候 她跟这个 这个 这个 Silly Muffet 她演的这个 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然后呢 就跟她攀谈起来以后 就说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 她就说 我是个杀手 那么这个Lisa呢 还开玩笑的说 OK OK 她觉得她还开玩笑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Silly Muffet 她就继续说呢 我的专长就是暗杀 各国的元首 谁出钱 我就暗杀她 然后这个Lisa 不相信嘛 可是呢 这个 这个男生呢 就继续说 但是我现在 我的目标就是你 这个时候 Lisa开始觉得 有点不可置信 这到底是真海角 她心里 还有点犹豫的时候 这时候呢 这个杀手 她就拿出一个钱包 放在她的台子上面 跟Lisa说 这是你爸爸的钱包 对吧 现在你如果 不听我的指令的话 你爸爸 在家里面 就会死于非命 因为我的手下 已经在门外 埋伏了 随时就可以干掉她 所以她就用 她父亲的生命 来威胁Lisa 做什么事呢 叫她换房间 因为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参议员 要去住在 他们这个旅馆里面 然后呢 她要Lisa 把他们的房间 全家 因为全家 就是一起去嘛 然后把他们的房间 换到那个 面向海景的那一排 因为他们出动了杀手 用渔船演示的方法 然后就从那个 那个海上呢 直接要射飞弹 就是射一个 一个枪炮 到那个 那个房间里面 然后就把他们 全家都炸死 所以呢 那是 违装成渔船的样子 事实上 里面全部都是 那个枪 枪炮的 然后就 已经瞄准了 那个窗户 所以这个杀手 她的目的 就是要Lisa 用她经理的职权呢 去叫这个柜台的人员呢 帮他们换房间 那因为Lisa 是当 就是这个旅馆里面的 非常资深的经理的 大家都是很熟的 跟着参议员 他们一家都是很熟的 所以呢 她只要一说 我帮你换一个 更好的房间 他们就不会起疑心的 所以 这个杀手就是说 你现在就用机上的电话 马上叫你的柜台人 帮他们换房间 不然的话 你爸爸 下一秒就没命 这时候Lisa才发现 遇上了杀手 这一出剧 她精彩的地方就在于 导演很敢用大特写的方式 去描写这个演员 脸上的表情 当然女主角演得也非常好 但是Silly Murphy 在这部片子里面呢 她真的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做 同时有诱惑力 那同时又非常的冷酷 让你不寒而栗 那种眼神 所以这完全是 用眼神在演戏了 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 难怪啊 因为这个Silly Murphy 她是演舞台剧出身的 所以呢 她的声音动作表情 还有抓摄影机的能力都非常强 她完全是天生的演员 那我们先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完 就是Lisa发现她被劫持了嘛 然后她爸爸的性命呢 围在旦夕 这个她爸爸的窗外 也有一个炮弹在对准她爸爸 如果她不从命的话 那么现在呢 不是要爸爸死 就是参与一家死 现在该怎么办呢 然后她就假装 那个飞机上的电话 飞机上的电话 那个时候断掉 就是这个 飞机上的那个电讯断掉 然后她就假装 电讯还在通 然后就交代那个柜台人说 你把他们的房间放到哪里 讲得跟真的一样 结果呢 这个斯里莫菲也非常聪明 她一看断线中 你还讲得跟真的一样 她马上挂上电话 然后一拳就把她打昏 因为她发现呢 Lisa她在玩诡计 在想办法应付她 后来Lisa呢 她也借机会说 我要去上厕所 我总要上厕所吧 然后进去厕所里面呢 她开始让自己冷静 然后呢 拿起她的唇膏 就在那个镜子上面 就写下 这个被劫持 什么机上有炸弹 什么这些话 结果呢 这个斯里莫菲也非常厉害 她马上惊觉到 不对 这一定在里面玩诡计 她马上就冲进去 然后就看到那个 那个镜子上面写的字 然后她立马呢 就把她锁吼 就是用那个手掌 就把她这个 这个抓住她的脖子 勒得她几乎不能够呼吸 跟她讲说 你在玩诡计 你爸就没命 然后呢 在里面就传出了 剧烈的打斗嘛 那这个时候 空中小姐还以为 两个人在里面干什么 后来他们两个人出来之后呢 这空中小姐还说 先生这里面 不能发生那种事情 就言下之意 就说你们两个 在里面做什么 这样 然后呢 她这个 斯里莫菲 在把这个女生呢 再押回座位 把Lisa押回座位之后呢 然后呢 就干脆一拳把她打混 就跟那个空中小姐说 她刚参加完葬礼 她现在呢 很伤心 让她睡一下 这样 就这样子敷衍过去 然后一直到 这个飞机上的通讯 在恢复的时候 她就赶快拿起电话 叫Lisa 拨电话 叫柜台 换房间 不然你爸就没命 那么Lisa迫于无奈 只好真的下了指令 叫柜台人员 帮这个参议员 换了房间 这个时候呢 那个船上的炮弹 已经对准了 那个房间的 那个窗户了 这个炮弹打过去呢 这个整个就会爆炸 那么最后呢 Lisa发挥她的极致 她呢 这个抢了一支原子笔 然后拿在掌心里面 因为她以前也曾经在停车场 被人家攻击过 她决定让自己 不要再让这种事情重演 所以呢 等到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 她就拿这支原子笔呢 直接刺到这个杀手的喉咙里面 然后呢 就直接这个划破她的气管 让她一时没有办法讲话 那么两个人就在机场 展开了追逐 这个飞机一落地 哇 她马上立马跑 然后呢 到了停车场 开了车 马上就用这个车上的无线电 然后通知那个柜台 赶快让他们放个房间 这时候炮弹就已经快要 快要发出去了 然后呢 紧急让他们撤 这时候炮弹一发出去呢 打中的房间是空的 所以就 这就救了参议员一家的性命 然后他就赶快再打电话 到家里去 叫他爸赶快逃 就呢 这时候手机已经没电了 后来呢 他冲进去自己的家里 这时候呢 斯里莫菲也从后面追过来 接下来这一段呢 就是从飞机上 就打到那个他家里面 然后这个Lisa呢 他就靠自己的极致 那后来他爸爸呢 也帮了一忙 然后就 两个人就打倒了斯里莫菲 这个杀手终于 被他们妇女两个一起制服 那这整个故事 你一听就觉得是个小成本 一架飞机 一对男女 就这样而已 完全飙演技 可是这么小成本的制作呢 哇 这个斯里莫菲 他的演技 真的是赢得很多人的赞赏 真的是眼神也太会演戏了 他把一个有魅力的人 跟一个非常可怕的人 那种眼神 哇 这一秒之间转换那种能力 实在太强了 那么在这部电影 赤眼危机里面 他演的是一个杀手 一个冷酷的杀手 可是更早的时候 他有一部电影叫做 冥王星早餐 他演的是男扮女装 跨性别的 那他那种白皙的皮肤 然后呢 非常深邃的五官 演起女生来 哇 那是蛮美的 所以他也是很会演那种 男扮女装的角色 他演女人是很像的 但是呢 他好像一直演的是配角比较多 所以也就没有被非常重视过 那这个诺兰导演 在2002年的时候 看过他演的一部片 叫做28天毁灭倒数 这里面呢 演的是世界浩劫之花 演个丧尸 然后这个诺兰导演 看过他演这个戏之后呢 就非常非常的注意他 然后在蝙蝠侠里面呢 他演的是一个反派稻草人 在敦克尔克大撤退里面 他是跑个龙套的 这一个没有什么人注意的角色 那么这次的奥本喊莫呢 则是完全为他量身打造的 那么奥本喊莫是谁呢 他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希特勒压迫这个犹太人嘛 所以有很多欧洲的犹太裔的科学家呢 就逃到了美国去 那么这一批杰出的人才 这里面一个就是爱因斯坦 另外一个就是奥本喊莫 一堆人哦 那么美国那个时候二战当中呢 他在跟这个希特勒呢 在竞争核武器 两边都在研发核子弹嘛 那么如果让希特勒先研发出来 那不得了 这个世界真的完蛋哦 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办法收拾了 所以呢 美国必须要抢在德国研发出核子弹之前 要先研发出核子弹 于是呢 在1942年 他们就有一个曼哈顿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呢 是由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中将 那个就是麦特戴蒙演的 他这个麦特戴蒙反而呢 在这个剧里面呢 他是跑一个龙套而已 然后这个奥本喊莫呢 是由斯里莫菲他演的 那奥本喊莫的一生 其实也蛮悲剧的 他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他又比较亲近共产主义 他的朋友啊 他的太太 情妇弟弟全部都是共产主义 所以他是蛮被美国政府怀疑的 那奥本喊莫他是一个 非常杰出的物理学的天才 他原来念哈佛大学 后来到剑桥大学去 然后呢 回美国之后 他曾经在UCLA 还有加州理工学院 这个担任教职 那么他研究的U 这个我以前真的物理没念好 什么U235啊 这个我说不明白 反正那种物质是可以制造那个核子弹 那核子弹的威力非常的惊人 他当然自己也知道 那为了要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了和平就必须要丢出 这样一个毁灭性的武器 所以呢 当他们制造了原子弹之后呢 那个时候本来是为了要去对付德国的 可是那个时候 1945年德国已经投降 可是日本还富于顽抗 这个日本死不投降 一亿欲碎 这个就糟糕了 因为他们要占到最后 一兵一组啊 那么美军呢 在硫磺岛 在塞班岛 都死伤非常惨烈哦 照这个样子下去哦 如果不用原子弹 去终结这个战争的话 美军可能还要死一两百万人 那么日本可能还要死一千万人 所以呢 到最后 总统就下令投掷原子弹 然后那个时候 第一颗呢 投在广岛 哇 那个造成了很可怕的一个 一个状态 死了几十万人嘛 那当他们要投第二颗 在长崎的时候 投下去天皇还死不投降啊 结果呢 要再投第二颗 在长崎的时候 这时候奥本海默反对嘛 因为你想想看啊 我们我们世人看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那个驯撞云的时候 全部都吓呆 可是你能够想到 研发这个武器的科学家 看到这样惊人成果的时候 他心里做什么感受吗 我猜他是睡不着的 这样的一个炮弹打下去 那个研发听说 一颗要二十亿美金 当时候 然后一颗下去 几十万人命蒸发 那你想 你不是变成死神了吗 所以这个奥本海默 自己后来就说呢 我成了死神 我变成人类的毁灭者了 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绝对不能再投第二颗 可是美国在战略上 因为日本死不投降 所以呢 又在长期再投了一颗 再造成了很可怕的伤亡 那奥本海默呢 去见这个杜鲁门 然后呢 跟杜鲁门决裂嘛 他就说呢 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这个历史 全部都把这个账会 算到我头上 杜鲁门说 你算什么东西 你的鲜血 你双手的鲜血 还不及我的一半呢 我才是真正主要的承担者 所以呢 他就 两个人就决裂嘛 不欢而散啊 然后呢 这个因为美国560年代 麦卡锡主义 就是反共产 就是在全面清算共产主义 这个情况底下 奥本海默呢 他就被追杀 然后被攻击 被抹黑 所以呢 他到底对人类是公是果 这个东西呢 就一直到1963年 约翰甘乃迪的时代 才帮他频繁 所以呢 他也算是一个很倒霉的一个科学家 他发明了这样的毁灭性的武器 可是他没有办法去承担后面的结果 所以就有这么著名的一句话嘛 你给了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 但这个世界毫无准备 我们人类的能力比想象的强很多 那个时候他们在试报那个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 曾经觉得说原子弹会引发连锁反应 这个按钮按下去 很可能会连续的爆炸 然后到整个地球全部毁灭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结果 等于是自我毁灭 所以研发科学的科学家 他心里面 担着怎样的一个 一个危险 他我想没有人知道 他们心里很清楚 那其实爱因斯坦也参与了这个计划 爱因斯坦不是有一句名言吗 他说上帝不会止塞 就说人类要扮演上帝 注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奥本海默 他就是这样的毁育交加的过了一生 后来死于喉癌 就是这个癌症 然后这辈子活了六十几岁 他的内心世界我们无从得知 他老年的时候 到底是后悔自己研发了这样毁灭性的武器 还是庆幸自己研发了这种武器 才能够让二战早点结束 这个就真的没有人知道 那么Silly Murphy为了演这个角色 听说他还减重了六七公斤 那整个人看起来是非常的消瘦憔悴 然后你跟那个照片上的奥本海默一比对 还真的神韵是很像的 一个演员他必须演黑帮老大 就要去锻炼肌肉 然后吃肉抽烟 就要像个黑帮老大那种 那种非常蛮横的样子 你看他演一个英国剧叫做浴血黑帮 他就是讲英国的黑帮老大 汤米谢尔法 他演这个角色演了快要十年 从2013年到2022年 那他真的就把一个黑社会的老大 那种霸气 我演的真的是太厉害 听说这个剧后来要改拍成电影 所以呢他已经变黑帮老大 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 包括他的口音 听说还特别去矫正口音 那么这次演奥本海默 他当然是单纲男主角 这个诺兰导演 好不容易帮他量身打造了 一个男主角的角色 那他这个片子里面 那种精湛的演技 听说也会被提名为 奥斯卡金像奖的影帝明年 所以呢我想 他应该是明年会是他的出头天 然后跟他演对手戏的麦特戴蒙 就说呢 跟他演对手戏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觉得 好像在他的眼睛里面游泳一样 因为他有一双 非常非常魅惑的眼睛 你那双眼睛 是有异性的吸引力的 同时呢 他又是充满了邪门的 然后非常的深沉的 我觉得他那个眼睛真的 他那种透明的眼睛 真的是这个无与伦比 没有人有那种眼睛 有的人眼睛是蓝色的 像蓝宝石一样 是带一点点碧绿的颜色 那他不是哦 他是蓝的有点透明的那种颜色 那种透明是 有一点点冷烈感的 就是有一点点 好像可以穿透过去的那种 那种透明感 蛮可怕的那种眼睛 那这部奥本喊默呢 我本来以为我这种 这个物理不及格的人 应该是看不懂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题材 还蛮吸引我的 因为他讲的就是一个 科学家内心的一种悔恨 还有他不为人所知的一生 这个功过相伴的一生 当然这个别之还分出去什么 他的婚外情什么 那个其实我觉得那都是余事 为什么呢 因为谁没有个情妇啊 跟学生谈恋 那个都没有什么 就讲到他的凡人的那一面而已 那么我觉得这部片子 光是冲着这个男主角 是斯里莫菲演的 还有呢 他的导演 这个克里斯多夫诺兰 我觉得就值得去看 我对诺兰他最大的印象 就是那个敦克尔克 大撤退那部电影 没有什么战争场面 可是他就用一些音效 眼神 就能够看出来一个 士兵内心真正的恐惧 他们被德军逼到了海边 然后呢 没有足够的军舰 可以撤回英伦这个岛上面 然后他们等于是在岸边等死 我觉得这部片子 讲的不是战争的惨烈 他讲的是内心的恐惧 那怎么样表达恐惧呢 我觉得这部片子呢 你看完真的 还毛都竖起来 那当然导演的功力 还有演员的演技 这两个加在一起 就成就了敦克尔克 大撤退这么一部戏 所以从这部戏 我就看出来诺兰导演的功力 所以创着男主角是 Silly Murphy 然后导演是诺兰 我就很想去看 奥本海默这部电影 我记得诺兰的有一个演讲 是面对大学毕业生 然后勉励他们的那种 毕业典礼的演讲 他就讲到了说 很多人都会说 你们要刚毕业 然后要去追寻 你自己的理想 要勇于出发 可是呢 诺兰就跟他们讲说 那你也要考虑到 现实的状况 所以呢 他说 现实不是以梦想做代价的 而是以梦想做基础的 那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我们怀着很大的理想 走入了社会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 现实跟理想之间的差距 我们作为一个导演 你有一个梦想 想拍到什么东西 但是现实上 有没有这个条件 你要调和的 我讲到这个 我突然想到魏德胜了 台湾三部曲呢 不晓得有没有拍下去 可是现在呢 欠了很大笔的债务 也不晓得 这个是怎么样一回事 所以呢 现实上怎么样去 找到一个立足的办法 当然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理想 但是怎么样能做到 所以各行各业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顺风顺水的 那你要怎么样去 在你的理想跟现实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如果我今天是 有志于演绎事业 我条件也不错 我也很有兴趣 现在问题就是 我首先可能要做一点小工 打一点零工 演一点烂角色 然后让自己 有点曝光的机会 然后存一点钱 想尽办法呢 遇到好导演 好剧本的时候 再来好好发挥 那恐怕要熬很久 所以呢 如果我们拿 席林莫菲 还有麦特戴蒙 来比较的话 当然麦特戴蒙 他就比较顺遂一点 你看他演的 一般来讲 都是男主角 那席林莫菲 他演技也非常好 但是因为演的是 小配角 男配角 虽然他演的非常好 但戏份不多 你戏份不多 就很难拿到影帝 所以那当然 人要是先演配角 被注意 然后才有 当主角的机会 那刚刚呢 我们还忘了 这个席林莫菲呢 他其实原来 是想要当个摇滚歌星的 然后他也念过法律系 后来这两个他都放弃 他直接去演舞台剧 这个确立了自己 是想要演戏的 那么麦特戴蒙呢 他也念过哈佛 念念辍学 那么哈佛念的是 英国文学系 所以呢 他有一个剧本 就是在他念大学的时候 写的 写了一半 后来呢 才真正改派成电影 那这部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 心灵捕首 英文片名呢 叫做 Good World Hunting 这个Good World Hunting呢 它其实是有 异于双关的含义 这个Good World Hunting呢 因为这个男主角 叫做Wear Hunt 就是Wear Hunter 所以Good World Hunting呢 它的意思 也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说 好好追寻你内心的渴望 Hunting 就是追逐的意思 Good World Hunting 就是好好追逐 你内心的渴望 这个意思 Matt Damon 他是1970年 出生于波斯顿 他们家呢 出生也不错的 那你想得到 他念哈佛大学 当然资质也是很好的 辍学不念 然后进入演艺圈 他跟他的高中同学 班艾弗列克 这个班艾弗列克 就是在心灵捕首里面 演他的好朋友 那一个 那么麦特戴蒙 演男主角嘛 那班艾弗列克呢 就演的就是一个 小配角 但他们两个人 感情是非常好的 就一直都是 交不离梦 梦不离交 然后在这个 1997年这一部 心灵捕首 后来在次年的 奥斯卡金像奖上面 因为他们两个 共同写剧本 那这部片子呢 就得到了 奥斯卡金像奖的 最佳改编剧本奖 他们两个 一起上场去领奖 那个时候 他们都才二十几岁 非常年轻 然后就得到了 这么大一个奖项 就好像在做梦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大学时候 未完成的作业 衍生出来的一个作品 那么Matt Damon 那个时候已经展现出 他非常好的演技了 再加上呢 这个Robin Williams 他的助攻 这一老一少两个人 真的是互标演技 所以让这一部小品 变得非常精彩 其实这部片 也是成本属于低的那一种 就是内心系那一种 感动了很多人 那么故事呢 就讲到Will Will是一个问题少年 他从小呢 就是在有家暴的 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面 长大 他的继父呢 每天把他当沙包一样的打 所以他后来就是 个性非常的暴力 然后一天到晚就 逗欧声势这样子 然后他因为没有什么 正式的职业 所以是在打零工的 那么Will呢 是一个非常有数学天分的 一个年轻人 那有一天在 麻省理工学院呢 他在走廊 在拖地板的时候 看到黑板上呢 有一道数学难题 这个数学教授兰博呢 他就写在那儿 面对全班那些天才学生 就说谁解得出来的话呢 他就算第一名 因为这个问题 是很难解得出来的 就这个清解工 Will呢 他看着看着 就把那个答案写了出来 第二天没有人承认 这是谁解出来的 大家呢面面相去 你看我我看你 没有人承认 那个是谁解出来的 那么数学教授兰博呢 他就再出了第二道题 写在黑板上面 结果在第二天晚上呢 那个Will他又去解题 正在黑板上写的时候呢 就被兰博看见 兰博跟着他的一个助理经过 就哎哎哎 你不要乱话啊 这个东西不是跟你乱话的 结果呢 这个Will赶快跑走 他们俩一看 这个助理就跟他说 老师这好像是对的耶 就两个人呢 大吃一惊 一个清洁工 居然解得出这个题目 那我们不是都傻瓜吗 我们都白痴了 然后呢 这个兰博就想尽办法 要去追查出 Will到底是谁 后来才知道 他只是一个打零工的 然后居无定所 然后他甚至被法院判刑 因为他因为打人的事件 还被法院判了刑 那他在法庭帮自己辩解的时候呢 他还引用了六法全署 整个背下来 他是一个过目不忘的天才 那这个兰博呢 看到他站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但法官并没有吃他那一套 因为知道他是个惯犯的 你就是背了出来那么多 但是你的行为就这样啊 还是把他判刑 那么兰博就想办法救他 跟法官达成协议说呢 这样的人才呢 实在是太浪费了 所以呢 叫他去数学实验室 跟着我一起研究这些数学题目 另外呢 也要让他去接受心理治疗 因为他显然心理是有很严重的障碍 然后呢 这个威尔就说 解数学题没问题 这个我有兴趣 可是看心理医师 那就免了吧 因为呢 这个威尔不是没有看过心理医师 他每次都把心理医师给弃走 因为他都是先奚弱对方 然后先挑出对方的弱点 让对方呢 到最后是拿他没有办法 因为威尔很聪明嘛 他为了要保护自己 他就先刺伤对方 所以呢 就是每个人都举白气投降 这时候兰博就想到了他的大学同学 一个叫做Shan Shanen的一个心理学大师 那他本来是心理医师 那后来呢 在太太生病去世以后 他也非常萎靡 他也不做心理医师了 他就在大学里面教一些课 那么兰博去找西恩的时候呢 西恩就说好吧好吧 那我就接下来 那么第一次威尔去见西恩的时候 他就先挑衅 因为他要弃走这个心理医师 首先就是要挑他的策子 找他麻烦 他就看到这个西恩医师呢 他的墙上有一幅画 在狂风暴雨当中呢 有一个人划着一艘小船 就快要被风雨给淹没了 然后这个威尔呢就说 那个人应该就是你吧 你应该就是一个 一个死了太太的人 然后心里非常的孤单 然后你一个人呢 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现实的风浪的 怎么了 你太太有什么过错吗 她该不会是偷人吧 她欺骗了你吗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西恩医师呢 他就上前抓住他的脖子 然后呢就是想办法 勒住他的脖子 这个当场把他摔到那个墙壁上面 第一次的会谈不欢而散 就用暴力收场 然后这个医生就跟他讲 你再敢说我太太 你试试看 你不可以这样侮蔑他 我不准你这样侮蔑他 你根本不认识他 你怎么敢这样侮蔑他 那么第二天呢 这个西恩医师他就把这个威尔呢 找到湖边去 这一幕就非常重要了 就是两个人呢 坐在这个湖边的长椅上面 然后背着光 所以整个镜头只看到他们两个背面 然后这个西恩医师就说 我必须为昨天道歉 因为我真的是太冲动了 可是我太太是我心中的最爱 我一时情绪失控 人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他就跟威尔呢 就推心致富的讲出自己内心的话 他就说 你非常的聪明 你可以引用各式各样的诗歌 你可以背出很多很多的学术的名词 来诠释什么叫做爱情 可是呢 你不了解真正的失去是什么 我是真正失去了太太的人 所以我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失去 你不了解真正的失去 因为唯有爱别人剩于自己的人 你才能够体会 我想你是不敢这样爱人的 所以呢 世界上有很多学问 你是可以背下来 你好像理解很多 但是你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 你事实上是不能够理解 我怀疑你其实是不敢这样爱人的 爱别人胜过爱自己 那真正的爱其实是没有条件的 那透过这样子 真正从内心里面讲的话呢 这个西恩医师呢 就开始跟威尔建立了比较正常的关系 因为刚开始呢 这个威尔来找他的时候 他是坐在那边一句话都不说 就是拒绝沟通 那后来慢慢的 他们就开始聊起来了 然后聊的内容呢 非常多 这个威尔就跟他讲说 我也担心我认识的女孩子呢 他会嫌弃我 有一天他觉得我不完美的时候 他就会离开我 所以一个从家庭里面 没有感受到爱的人 他其实不敢去爱别人 他怕别人发现他自己不完美 他也怕自己发现对方不完美 结果这个时候呢 这个西恩他就闲闲的就说到 他说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回忆起我太太 我想到的都是一些小事情 不是什么伟大的事 都是小事情 比如说我太太曾经放屁 然后还不承认 然后大家笑成一团 我为了爱她 我只好承认 我只好说那是我放的 然后讲到这里 两个人就都大笑起来 那西恩就说 有时候我们的小缺点呢 才能够让我们找到对的人 你不是完美的 对方也不是完美 没有人是完美的人 那唯有能够接受你缺点的人 才是真正爱你的人 所以呢 让我们爱上对方的 通常是对方的小缺点 那么从这种完全不强迫对方 吐露心事的方法 反而自己先示弱 然后告诉他很多 自己心里的想法 真正的想法 而且充满了包容性 还有很多宽容 这样的一些对话里面 为了慢慢的就放下内心的戒心 然后这个西恩就跟他讲说 你知道我刚开始认识我太太的时候 曾经有一场球赛非常精彩 那个是一个经典的决战 但我为了要去见我心目中的女孩 我最心爱的她 我是可以连那个决赛都不看的 我就是这么爱她 然后这个威尔就大笑 那么威尔在这个时候呢 认识了一个哈佛大学的高材生 好像是一个医学系的女生 然后他们两个也发展出来 一段很好的感情 可是威尔不敢接受她 所以当对方呢 稍微要靠近她 了解她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她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 威尔就非常抗拒 然后就说我不需要你 你给我走 我不需要你这段感情 这个很显然就是一种抗拒 就是说我不希望你知道我那么多 知道我那么多以后 你可能就会离开我了 所以在没有被伤害前 我先离开对方 所以这个女生就非常伤心 要到这个斯坦福大学去 然后呢 威尔也没有留她 她宁可牺牲这段感情 她不敢接受别人真正的爱 那么这部电影呢 到最后有一幕很感人的 就是这个西恩呢 她就看着威尔的档案 那很触目惊心 因为她从小就被她继父 打到鼻青脸肿 送医院这样 这些这些呢 都造成了她性格的退缩 她内心的暴力 还有她不敢信任别人 所以呢 最后她就跟这个威尔说 It's not your fault 那不是你的错 那威尔呢 不知所措 因为她本能又要武装起来 不希望别人去触碰到 她内心那个痛苦嘛 所以她就往后退 然后不知所措 这个时候 西恩医生呢 就慢慢的向她靠近 再说了一句 It's not your fault It's not your fault 然后威尔退到了墙壁边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然后她就试图要去反抗 可是这个时候 西恩还是那句话 It's not your fault 她这句话呢 重复了无数遍 然后到最后呢 这个威尔要反抗 她还是说 It's not your fault 这个时候呢 威尔终于情绪爆发 然后到最后是抱着 西恩医师的这个背 然后痛哭失声 我觉得这一幕 这一幕真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麦特戴蒙 她的演技真的是很年轻 然后演技就那么好 这个东西很难重来 这一幕如果重来 恐怕那个情绪又收不回来 她真的抱哭 那么Robbie Williams呢 她当然也是个戏精 这部心灵捕手 它是1997年的电影嘛 当时候呢 这个Robbie Williams 他就把这个麦特戴蒙呢 就推荐给 史蒂芬·史匹博大导演 那么史蒂芬·史匹博 那个时候 他正要拍一部电影 叫做《抢救雷恩大兵》 这是1998年的电影 那史蒂芬·史匹博 看到麦特戴蒙就说 我好像看过你的电影 麦特戴蒙就说 你可能看到的是 1996年有拍的那一部 火线勇气 Courage Under Fire 然后那个 史蒂芬·史匹博就说 对对对 可是我的印象 你很瘦 在那部片子里 没有错 那部片子里头呢 这个麦特戴蒙 他演的是一个医务兵 那的确是呢 那部片子 他只是个小配角 看不出什么演技 但是呢 那时候他的确是 看起来很瘦弱的样子 这一部Courage Under Fire 其实也是一部 很好看的电影 这个是每个人 演女主角的 每个人很少演军人 这大概是唯一的一部吧 那么故事的背景呢 是在1990年 伊拉克侵略科威特 在波湾战争当中呢 这个梅格莱恩 他演的是一位 殉职的女飞官 叫做Kellen Warden 那他的工作呢 就是因为前线在打仗嘛 然后美军的坦克车 中了炮击 后来很多弟兄死伤 这个时候呢 Kellen Warden 他就率领一个小组 他率领一个医护直升机 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救援那些坦克车的弟兄 结果呢 半夜被敌军围困 那三晶半夜 因为很很暗 没有办法开火嘛 所以他们就在 那个三晶半夜里面呢 因为那个直升机的副驾驶 已经被枪炮打到 已经受伤流血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小组成员就开始内讧 不服从这个Kellen的指挥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 主张要投降 当时候呢 因为副驾驶重伤 性命垂危嘛 那Kellen呢 就下令绝对不能够抛弃弟兄 不能够不管他 这时候 其中一个人呢 拿出枪 然后就不小心呢 就误及 然后就伤到了这个Kellen 就是他腹部重担 那么一直撑到了第二天 援兵 就是那个救援的 那个军队来的时候呢 这个Kellen 他拿着M16步枪 然后就跟这些 所有的弟兄说 你们先撤 你们先撤 我来断后 他不顾自己 圣命垂危 然后还想尽办法 要撑到最后一刻 他自己都已经是 腹部重担的情况 受重伤的情况 然后这些人呢 上了直升飞机之后 这个直升飞机的驾驶就说 那Kellen呢 Kellen在哪里 他里面呢 有一个就是那个叛变 那个士兵就说 他已经阵亡了 然后这个医务兵 就是那个麦特戴蒙 他听到这一句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做反应 因为他的军阶很低 然后呢 他也知道当天晚上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他那时候不敢讲 后来一直回到医院之后 他就一直非常的内疚 因为他知道呢 这个Kellen是为了要 帮他们断后 然后一个人留在那里 但他们却没有回去救他 那整个事件呢 是透过沙林上校的调查 呈现出来的 那么沙林上校 就是单左华盛顿演的 他是一个黑人的一个军官 然后这个半夜 这个误及了他们的友军 所以把整个坦克都炸掉 他炸掉的是 他自己最好的朋友的 那个坦克 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悔恨 那上头想尽办法 帮他掩饰这样的事情 因为战争里 什么样的误差都有嘛 他也不是有意的 就派他去调查 这个Kellen他这个事件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调查出来 他才知道 Kellen比他们想象的更英勇 他到最后 还在保护他们 这一组的弟兄 因为他留了一封遗书 给他的父母 就说我不担心死 我也不担心 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我只担心 我没有办法 好好的保护 我的小组里的成员 因为他们把命 交到我的手上 哇那最后这个 这个Kellen 他是英勇殉职 然后由他的小女儿 来代替他 来这个领这个勋章 所以呢 这整个故事 其实都是梅格莱恩的戏 麦特戴蒙演的 就是那个医务兵 就是后来讲出真相的 那个医务兵 很瘦 然后支支吾吾的 然后受着良心的煎熬 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其实呢 Courage Under Fire 这部片子里头 其实麦特戴蒙 这个医务兵的角色 没有很抢眼 那么他呢 其实在1992年 有一部片子 叫Skortels 就是校园风云里面 就跟布兰登 沸雪演对手戏 那么那部片子里头呢 也是他演一个小小的反拍 但蛮有个性的 但这部片子 其实主角就是那个 布兰登沸雪 然后呢 1996年 Courage Under Fire 1997年 Good World Hunting 这个心灵捕手 就开始展露出 这个麦特戴蒙 他演技的天分 然后呢 1998年呢 他就演了 史蒂芬史皮博 导演的 《抢救雷恩大兵》 那这部戏里面 你可以看到 麦特戴蒙 也是一个戴蒙兵 他就是个天兵 然后其实这部片子里头 真正的主角就是那个 约翰米勒上尉嘛 就是那个 汤姆汉克演的 那这个 雷恩 他只是一个打酱油的嘛 但是呢 后面这几部片 你就不能小看他咯 接下来他演的是 天才雷普利 还有呢 《神鬼认证》里面 他演的是谍报片嘛 就是这种特工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他演过一部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叫做绝地救援 就是一个太空人 然后他被留在火星上面 因为这个一个风暴 然后这个太空小组的成员呢 就只好非常急忙的撤了 然后呢 以为他已经 已经殉难了 但是他其实是受伤 后来他一个人 被留在火星上面 那么火星这个任务呢 距离地球 要再去一趟 要四年 也就是他自己 必须要留在上面 四年他才有活命的机会 因为要再派太空船回去 要四年的时间 而粮食大概只有一年的分量 他有三年是没有东西吃 那绝对活不了 所以他就在火星上面 自己种马铃薯 麦特戴蒙 他演的男主角这个角色呢 既是一个机械工程师 然后也是一个植物学家 就在火星那种不毛之地呢 想尽办法在太空舱里面 种马铃薯这一幕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经典 那么他孤零零一个人 在火星上面 大概待了一年多左右 离开了的那艘太空船 才知道他被留在那边的消息 所以呢 大家呢 想尽办法再返航回去救他 在外太空要捞他回来 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然后就是麦特戴蒙 他自己呢 想尽各种办法呢 发射那个火箭 发射小艇 然后到达无重力的外太空 这个时候 他只能靠这个太空船回去 想办法捞他进这个太空舱 不然他就死路一条嘛 所以最后那一幕呢 就非常的艰险 就是他们的航道有一点偏移 然后又是重力的关系 又是一个什么角度的关系 千军万一法当中呢 终于这个太空船把他捞了回来 然后救了他的性命 所以呢 这叫做绝地救援 怎么样从火星救回一个人 火星离地球 那还有多远呢 那麦特戴蒙呢 因为这部戏的演出 所以得到了金球奖的影帝 那他的年纪呢 比这个西林莫菲呢 大了大概五岁左右 他是1970年出生的嘛 西林莫菲是1976年 差了好几岁 那么这一次呢 在奥本海默里面呢 西林莫菲他演的是男主角 那麦特戴蒙呢 他演的倒是一个男配角 就是成立了曼哈顿 这个计划的那个中将 好所以呢 1997年的 《心灵捕手》这部电影 应该可以算是 麦特戴蒙他人生的 一个很大的转折 那么说到 《心灵捕手》这部电影呢 另外还有一个片子 跟他非常的神似 我觉得也有点像是 黑人版的《心灵捕手》 这是2002年 有一部电影叫做 《冲出逆境》 安东菲雪 那么安东菲雪呢 他是一个黑人士兵 然后在这个 海军军舰上面呢 因为殴打他的长官 然后就被送军阀处置 他这种冲动打人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一天到晚就是很暴力 常常一点小事 他就会出拳 所以他这个状况 已经到达应该要被 就是要被退职 这样的一个命运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海军就勒令他 一定要去看心理医师 于是他就去接受了一个 这个海军的精神医官的 一个治疗 那这个精神医官 是单走华盛顿眼的 他这个角色 其实就等于是 西恩医生那个角色 一样就是 刚开始去的时候 都不讲话 然后就跟他在那里 两个人在那对峙 后来呢 在他的宽容底下 慢慢说出来 他小时候 他是怎么样被 自己的生母抛弃 他是出生在监狱里面的 然后他妈妈 是在监狱里生下他的 后来呢 出狱之后 并没有回去接他 所以他就变成个弃儿 然后他的爸爸呢 也被同居人给 开枪打死 所以他就无父无母 然后被一个牧师收养 那么这个牧师的太太呢 有一点心理变态 不但是常常对他家暴 言语羞辱 拿火去烧他 甚至呢 这个家里面这个姐姐呢 还曾经对他 这个性侵 就叫他裤子脱下来 就是这样 这样对他那种性侵的动作 所以呢 这个安东废学 他从小就心里面受伤很大 以至于呢 他对女性也有恐惧 他在军营里面 认识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有好感 但是也不敢接近他 他本能就很惧怕异性 不敢跟异性 发生任何的关系 那么这个杰瑞米医官呢 他看出他的状况 然后想尽办法鼓励他 这个据到最后 其实有一个主题 就是说呢 这个杰瑞米医师就鼓励他说 去回去找他的亲人 他说我爸爸已经死了 我妈妈早就抛弃我 我要去找他们要做什么 可是这个医官就跟他讲说呢 你回去找你的亲人 重点不是找到他们 而是让你自己 能够好好的再继续走下去 因为心里没有这个遗憾以后 你才能够开创自己的人生 所以呢 他回去找了他母亲那边 他母亲果然是个冷漠的人 而他父亲虽然已经去世 但是父亲的家人 却给了他很多的温暖 所以后来 杰瑞米医师就跟他两个人 就互相拥抱 然后跟他讲说其实我跟我太太之间也有问题 他因为有不孕症 我们两个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讲话 我也自己都要去看心理医师 所以呢 所谓的忧郁症啊 或者心理治疗 我觉得重点是在一个同理心 没有人是完人的 然后治疗别人的时候 自己也得到了治疗 我觉得感觉上这两个故事 心灵捕手跟这个冲出逆境 这两个故事其实都有触及到这样一个含义 然后两个男主角都把那种情绪的暴冲 我觉得表达得非常好 那种歇斯底里一触即发的那一种 就是你的那种伤痛被触动的开关的那一种 没有办法控制 我们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没有被好好对待过的 一个人没有被爱过 他怎么懂得爱别人 像心灵捕手那个电影里面 到最后就是 这个威尔终于走出自己的过去 然后决心要去 去找他的女朋友 然后他就留了一个纸条给西恩医师 跟他讲说呢 如果兰博教授 讲到我那个工作的话 请他等一等 因为我现在要去 寻找我那个哈佛女孩 我要去找他 那这里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就是呢 这个西恩医生 就是Robin Williams 他就神来一笔 自己加了一句台词 就是小兔仔的 你居然敢抄袭我的台词 后来呢 他决心走出丧气之痛 也要去旅行一下 转换一下心情 所以呢 彼此都得到了救赎 好看的电影很多啊 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们看新的的同时 也不妨害看旧的嘛 我常常是温孤儿之心 新的也看 然后旧的也看 你看着一个演员的成长的时候 就发现 其实时间都不是白白过去的 你看年轻时候的 City Murphy跟那个 Mike Diamond 他们是多帅啊 哇那真帅到 你会出戏的地步 可是呢 他们现在渐渐有点年纪 四五十岁以后 我变成性格小生 你看最近那个 Mike Diamond 接受访问的时候 真的有点周年的味道了呢 像我自己我也不年轻了 可是呢 我总一直记得 凯文科斯纳 他曾经演过一部电影 他是一个潜水员 非常厉害的潜水员 然后呢 老了之后 全身都是伤 那酒吧里面 有他一个老相好 应该也说是 知心密友嘛 他就坐在酒吧前面 然后因为他离了婚 然后各种不顺遂 全身都是伤 然后在那喝酒的时候 就跟他的那个密友 就说到 哎 我老了 然后呢 那个红粉自己就说 老其实就象征着 我们过过好日子 对不对 我觉得这句话 还真的蛮鼓舞人的 这个我们年纪大 是因为我们听过很多好歌 看过很多好电影 我们这个认识过很多好人 我们过过很多好的人生 所以老就代表你过过好日子 你不应该觉得老是很遗憾的事情 为什么会遗憾 我所听过的歌 看过的书 看过的电影 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你不晓得曾经有那么精彩的事情 所以年纪大的老师 我觉得有时候也能够贡献给学生 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我经历过那个年代 我知道那个时候有什么美好的事 你们太年轻 很可能觉得眼前这些就已经很好 但你不知道以前有更好的呢 有人就说你的节目老是听老歌 那种五六零年代好老的歌 可是我真的觉得老歌好听 上个礼拜呢 我们介绍了一个汉克威廉斯 那我们也稍微说了一下 他很年轻就去世 没有讲太多 他那一首六零年代的 Jumbelight这首歌 后来被很多人翻唱 我知道邓丽君也翻唱了一个版本 他那种用很轻柔的语调唱的 那个Jumbelight 跟Carpenter唱唱的完全不一样 那说到50年代的乡村音乐 很可能就有人想到猫王了 那你就会觉得猫王是非常有名 可是在50年代呢 汉克威廉斯他的名气 其实是在猫王前面的 他是巨星级的乡村歌手 他的名气呢 甚至还比Johnny Holden 还更加更加高一点 那么这两位都是只活了三十几岁 非常可惜 都是出车祸死的 那汉克威廉斯 他跟Johnny Holden 有什么不一样呢 Johnny Holden 他比较是偏向民谣的一种乡村歌曲 但是汉克威廉斯 他是比较偏向蓝调 就是比较黑人的蓝调 因为他出生自阿拉巴马州 那种黑人很多的地方 然后他也没有受过很高声的教育 他的音乐 其实是有一个黑人歌手教的 所以他的师承其实就是黑人 那这一点有点像猫王了 猫王在田纳西州长大嘛 所以他很小就在黑人的教会里面 听到黑人唱灵歌 所以猫王的摇滚乐 他其实是吸收了黑人的蓝调 那样的一个精神在里面 包括他跳舞的时候 那种全身战斗 摇摆身体 那个也是黑人的舞步 所以就有蓝眼灵魂之称 就是蓝眼睛的白种人 唱黑人的音乐 这叫蓝眼灵魂 那么汉克威廉斯 他的音乐里面 除了有黑人蓝调的 这样的基底之外 他也吸收了乡村音乐 他那种弹吉他 戴着一个牛仔帽 穿西装那种唱法 就是你可以想象那种 50年代的小酒馆里面 然后简单的乐器扮唱 可是完全靠的就声音好 那他有一个系列呢 就是把乡村的歌曲呢 结合上约德尔 这样的一个真假音互换的方式来唱 那后来呢 红一丰 还有红荣 红他们的山顶的黑狗兄 山顶的黑狗兄 他那种唱法 就是结合了这样的约德尔调 那什么叫约德尔呢 就是这种真假音转换的方式 听说是起源自那个 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 然后因为山上放羊的时候呢 大声吆喝 所以呢就变成一种 用胸腔发音跟头声转换 这种两种真假音互换的方式 这样子来转换自如 那在Hank Williams 他1949年的时候就有一首歌 这首歌更老 1949 谁出生了 没有人出生了 这首歌呢叫做 Love Sick Brew Love Sick就是爱的病 那也就是相思病嘛 也可以说是一种为情所困 那Brew呢就是忧伤嘛 哀伤 所以Love Sick Brew呢 就是相思难调 或者翻译成为爱 为情所困的忧伤 那歌词里面呢 就是满满的心伤啊 这个心理的受伤 其实很难治疗的 刚刚我们讲到心理治疗嘛 那么这种爱情里面的臭伤呢 尤其是让人感到痛苦啊 所以这首Love Sick Brew里面呢 他就讲到说 I got a feeling called Bruce Since my baby say goodbye 我感到非常的忧伤 自从我的爱人跟我告别之后 I don't know what I'll do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只能够呢 Sit and sing 我只能够坐着 并且唱出我的心声 他说再见那一天非常的漫长 我想呢 我都哭了 这个歌词呢 非常简单 然后结合了乡村吉他 还有那种约德尔调 那种真假音互换的方式 蛮好听的 那么这首歌显然是非常老味道 老情歌 然后非常的老灵魂的 你没有想到说一个小孩子唱起来 能够那么样的好听哦 那在2018年呢 在沃尔玛商场 有一小男孩叫做Mason Mason Robson 然后呢 他在那个商场里面呢 用这种真假音互换 然后加上乡村喵的方式 来唱这首Love Sick Brew 哇 这个轰动一时啊 这真的是 他的声音很清亮 我觉得是到目前为止啊 Cover Hank Williams 我觉得最好听的一个版本啊 这首Love Sick Brew算是比较轻快的哦 那其实Hank Williams 他的很多歌都是蛮凄凉的呢 比如说 You're a cheating heart 就是你那欺瞒的心 就是你欺骗了我的意思 那么这首 You're a cheating heart 这首歌呢 就猫王就唱过嘛 那猫王的声音很浑厚 唱起来的味道呢 跟这个Hank Williams不太一样 Hank Williams呢 他这辈子其实也是 我觉得蛮歹命的 1923年出生 1953年去世 总共才活了30岁 然后呢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虽然大红特红 但是呢 他受到这个脊椎受伤的影响 酗酒严重 然后用酒精跟麻啡来正统 这样到处表演 也蛮惨的 然后一辈子呢 结了好几次的婚哦 他是有天才的 可是呢 命运多舛啊 那这个 你要是不相信 他当年很红的话 如果你去阿拉巴马就玩 当地 现在还有一个Hank Williams的博物馆 那这里面展示呢 听说还有他当年的蓝色 那一个这个 泰迪拉克的轿车 他的目的呢 到现在是 除了猫王之外 最多人平调的目的 你就知道四五年 也在他多红 1964年的时候 好莱坞 还有一部电影 这是一个传记电影 就是在演他的一生 Hank Williams的一生 那么这部传记电影呢 叫做 You're cheating heart 那么听说 这首歌当然是他做的 然后讲的是 他第一任太太 对他的背叛 You're cheating heart 你背叛了我的心 后来他们是离婚收场 娶了第二个老婆 跟第一任太太生的儿子呢 叫做Hank Williams Jr 后来也成为了歌星 那我们今天台风天呢 我们讲了很多的电影 那不管你是看新的 或去复习旧的 我觉得 这个在一个风雨天里面呢 都是蛮好的安顿身心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听一首老歌 多劳呢 1949年的Lofsick Rule 相思蓝调 演唱的人是Hank Williams 接着再听小男孩 Mason Robson 他所演唱的这个cover的版本 祝大家在风雨夜里面呢 都能够有满满的收获 I got a feeling of a blue Oh Lord Since my baby said goodbye Lord I don't know what I'll do All I do is sit and sigh Oh Lord That last long day She said goodbye Well Lord I thought I would cry She'll do me She'll do you She's got that kind of loving Lord I love to hear her When she calls me sweet Dad Dad He's such a beautiful dream I hate to think it all over I've lost my heart it seems I've grown so used to you somehow Well I'm nobody's sugar daddy now And I'm lonesome I got the love thick blue Well I'm in love I'm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gal That's what's the matter with me Well I'm in love I'm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gal But she don't care about me Lord I tried and I tried To keep her satisfied But she just wouldn't stay So now that she is a-leavin' This is all I can say I got a feeling of a blue Oh Lord Since my baby said goodbye Lord I don't know what I'll do All I do is sit and sigh Oh Lord That last long day She said goodbye Well Lord I thought I would cry She'll do me She'll do you She's got that kind of loving Lord I love to hear her When she calls me sweet Dad He's such a beautiful dream I hate to think it all over I've lost my heart it seems I've grown so used to you somehow Lord I'm nobody's sugar daddy now And I'm awesome I got the love thick blue I got a feeling of a blue Oh Lord Just my baby said goodbye Lord I don't know what I'll do All I do is sit and sigh Oh Lord That last long day She said goodbye Well Lord Well Lord I thought I would cry She'll do me She'll do you She's got that kind of loving Lord I love to hear her When she calls me sweet Dad He said she's a beautiful dream I hate to think it all over I lost my heart it seems I've grown so used to you somehow Lord I'm nobody's sugar daddy now And I'm lonesome I've got the love thick blue Well I'm in love I'm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gal That's what's the matter with me Well I'm in love I'm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gal But she don't care about me Lord I tried and I tried To keep her satisfied But she just wouldn't stay Well now that she had leave This is all I can say I got a feeling Cause the blues are lost as my baby said goodbye Lord I don't know what I'll do All I do is hide and sigh Oh lord That last long day she said goodbye Well lord I thought I would cry She'll do me She'll do you She's got that kind of loving Lord I love to hear her When she calls me sweet Dad He said she's a beautiful dream I hate to think at all no other I lost my heart it seems I've grown so used to you somehow But I'm nobody's sugar daddy now But I'm lonesome I've got the love thick blue When I see my man I can hear from it I'll go I love you Alright š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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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